近日,纽约人寿在洛杉矶举行第十二届全美华裔市场研讨大会 这是纽约人寿华裔市场部每两年举办的一次全国性的市场研讨大会 也是华裔市场最重要的业务活动之一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创办于1845年 是美国最大的互惠人寿保险公司 也是世界最大的人寿保险企业之一 纽约人寿的财务实力获得四大评级机构项目的最高认证 纽约人寿一向非常重视华裔社区的为华裔社区提供服务 那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重视培养我们的业务带领人 从1993年开始,我们就每隔两年就举办一届全国性的华裔市场研讨大会 1993年我们第一次就在南加州举办了 那么到现在已经第十二届 本次大会在南加州工业市举行,为期三天 纽约人寿全美华裔市场在业务和人力资源的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去年华裔市场的新售保费收入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 我们在1998年时候 全美国的华裔市场的受险销售额才只有2400多万 那么到去年年底呢,我们翻了四倍不止 一直到了一亿零八百八十万的受险销售额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就 同时呢,现在我们不光是提供为社区的基本服务以外 我们还目标为一些来往于中港台和美国之间的人士 那些专业人士和高资产的人士提供专门的服务 为他们提供保险和财务的计划 这一点对于我们新的趋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总部设在纽约市 纽约人寿以其附属企业为客户提供人寿保险 退休收入、投资和长期护理保险 华裔市场去年增加了10%的代理 现在有800多位业务代表和经理正在服务于 全美各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华人社区 在华裔社区里头 我们服务大部分都是用中文提供 包括我们有中文的宣传资料 有中文的广告 中文的业务员 各种产品 各种program 还有服务等等 都解释得非常清楚 这样的适应我们 不管是新移民老移民 或者是已经有不同需要的人士 我们都有提供专门的服务 华裔市场的迅速增长 帮助纽约人寿的新售险销售 达到了高达10%的市场份额 并连续三年 在全美瘦型行业独占熬头 我们通过两三天活动的安排 全国的销售精英 产品顾问 专家 还有新年management 都会集在一起 跟大家分享经验 谈谈我们的未来 可以相信 我们今后能够为社区 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中文电视采访报道 们才不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